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身旁是一艘艘万吨级的货轮 在这旁边我看起来是不是有点渺小呢 今天天气非常好 晴空万里 我身后一台台红色吊机在碧海蓝天的映衬下显得鲜艳朵目 大家可以看到我头顶正在繁忙穿梭的钢卷 就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将从这出发通过这些货轮运送向全国各地 这样先进的港口是如何运转的呢 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首钢作为一个从内陆走向沿海的大型钢铁企业 码头是首钢连接内陆的纽带 走向海洋的桥梁 对外开放的门户和物资集聚的平台 首钢的自由码头有3600米长的岸线 所有的钢材产品都要通过码头上的16台门机调装上船 在运往下游企业 现在靠国的试剂方程料 是运往上海的这个冷铦板 海运是首钢落户曹飞电的新生运输方式 在钢铁行业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 拥有一条快速便捷的出海口 是各大钢铁企业一直以来的梦想 在首钢工作了近30年的陈万中 一直从事铁路运输工作 她对运输方式的改变有着深刻的感受 带你上南门的门机 好 这个门机有多高啊 一共40多米 咱们工人是在哪作业呢 工人要爬到上面的司机室 这看着不是很高 但是上来还是挺高的呀 而且大家往下看 这都是空的 可以直接看到下面的海面 你看这些钢台呢 都是咱们准备装船的 用全国各地的钢台 咱们原来首钢的这些钢台呀 这些原料呢 都是通过船呢 运到天津港 再装火车呢 运到北京 那么这个火车的运距呢 就100多公里 特别在90年代 咱们港口资源呢 很少的情况下 咱们的船呢 有的到了港口呢 靠不上 咱们的原料呢 也不能及时运到北京 再有呢 当时的这个火车的车皮呢 也很难取 所以说有时候 因为这个原料呢 也是耽误生产 老手钢一直以来 依赖着汽车和火车 来完成原料和产品的运送 这种运送方式成本非常高 从某种意义上 挫伤了手钢在同行业的竞争力 打通海上运输生命线 已成为降管增效 保生存的制胜法宝 那就是我们的冷闸空码 距我们码头呢 不到1.8公里 从冷闸的这个厂里边 通过汽车 运到我的码头 几分钟就能够到码头 那就像我们 比如身旁这艘船 它装这个货物 大概多长时间 能运到客户手中吗 这个到上海呢 只需要三天多的时间 那以前这样一批货物 运到客户手中 需要多长时间 以前运到客户手中 最快也要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的时间 那其实下游企业 也在耽误生产呢 对 海运不仅简化了运输过程 还节约了每吨钢材 100多元的物流成本 就说眼前的这条船 是一艘5万吨位的货路 单趟就节省了 将近500万元的运输费用 你看 这正是渡戏板装船作业 你知识渡戏板是干什么的吗 还真不知道 这个渡戏板呢 就是咱们日常喝一些的饮料罐 都是咱们这个渡戏板在做的 如果只是看到这样一棵 粗粗的亮亮的钢卷 完全想象不到 和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联 没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 千家万户餐桌上的饮料罐 就是由这个做成的 对 这个渡戏板呢 是国内钢铁企业呢 很少的几家才能够生产的 它是一个高端的产品 对这个装船的工艺 要求特别的高 司机在操作过程当中 必须要轻拿轻放 随着手缸生产板材品质的 不断提高 如何高效安全的 把高端板材 镀锡板 完好无损地送到客户手中 这对负责吊装运输的工人们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距离地面近50米的高空 进行起重作业 操作稍稍不稳 就容易出现脱钩砸人 移动吊物撞人的危险情况 放钢卷的位置不够准 会使钢卷之间碰撞 而成为残品 驾驶员操作不够熟练 还会影响整个装船进步 所以门机驾驶员 必须做到稳准快 其实一般的钢材产品 对运输的要求并不高 唯独杜西板 汽车板等高端板材 这些板材在运输过程中 需要保证板材表面的平整和洁净 尤其是薄如纸张的杜西板 堪称板材中的豌豆公主 所以它是吊装作业中难度最大的 首刚为此举办了极为苛刻的 针对驾驶员的技术训练和比赛 先看这个钓鱼那铁铁铁 你可以掂量掂量 那铁铁铃拎在手上还真是沉呢 我们这个铁铁要怎么做呢 你拎着沉 它拎着不沉 待会儿要用那个钩头 用那天车大钩 那个大钩子 对 把它叼起来 最终放在这个瓶口上 放在这个上面啊 对对对 我们大家来看一看啊 先说这个底座 这个底座看起来还没有我手掌大小呢 但是这个铁铁铁铁 可不是放在底座上 而是底座上一个玻璃瓶上 这瓶子太轻了 感觉我这手轻轻一碰 它都晃呢 还要放在这个上面 对 太不可思议了 向北 向北打一点 向北打一点 董建新在杜西板事业部 负责培训和测试驾驶员 他每年都组织驾驶员最佳操作的比赛评定和训练 他说 像杜西板这样高端的产品 一定要交给最专业的选手 在钢厂制定的比赛规则中 将铁铁放置在高低杆上 是最初级的测试 对驾驶员的要求 是用时越短 放得越多 分数就越高 作为天车司机 长颂悬要做的 就是通过天车上的小窗口去观察 然后通过四根绳索控制的吊钩 将目标物稳准快地放置到指定地点 别看只是简单的取物放物 他已为此培训和练习了 长达三年之久 用铁钩勾起铁坨 放置在有一定高度的铁杆子上 看起来已经很难了 更别说要把一块巴掌大的铁坨 稳稳地放在杆子上的玻璃瓶口上 这玻璃瓶口也就一根大拇指的粗细 我感觉一个边磕到了 只要它受力了 一会儿它受力就会往那边倒的 这感觉其实那种穿羞花针的感觉 非要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位置很难 我们来看看这个 好担心 经过几次尝试 长颂玄终于完成了玻璃瓶测试 我成功了 太厉害了 真是没想到 如果说这是一个装满水的瓶子的话 都会稳一点 但它偏偏是一个空瓶子 而且下面还有跟细细的 跟瓶口那么细的杆 刚才每一次看到它 这个铁坨蹭到玻璃瓶口的时候 都在晃 如果说差这么一点的话 重心都落不上 都会倒的 真是没想到太厉害了 我们为什么对工人有这么高的要求 要求他们有这么精湛的技术呢 这是因为咱们这个杜西 它的品种结构所得用的 咱们板就浇起 挤薄 稍微有一点磕碰 绝对不行 咱们要求咱们的天车工 技术水平绝对要过关 绝对要高 尽管天车司机的技术水平 已经很高了 但人工操作很难做到 百分之百准确 避免不了出现失误 因此首钢金棠决定 建设一座智能化 无人天车仓库 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一段智能化作业的运输过程中 无人操作的天车 表现得怎么样呢 小猴那个车马上就位 做好接受准备 好的 准备好了 一会儿中卡车就要进来了 我们现在在这儿迎接它一下 就停在这儿是吧 这是双按下卡 那您接下来要做什么呀 什么也不用做 这东西很牛 什么也不用做 完事就可以出现 在智能化之前 从钢卷入库到出库 都是由人工来完成 既费时又费力 工人们不仅要记住 每个钢卷放置的位置 还要用文字记录下来 五号库地面上的数字 就是源于此用 通过这个无人化以后呢 就电脑自动地把这些钢卷的 座位信息呢 这个生成 那么通过无人化以后呢 天车利用它的定位系统 就很准确地把咱那些钢卷呢 定在这个位置 就不需要人在操作了 那么通过这个天车定位呢 提高了咱们这个钢卷的 这个座位的准确率 也提高了座位效率 所以现在这些数字 是已经存在了 计算机的大脑里 对对对 在无人天车的驾驶程序中 每一个天车 都按照不同的流向进行设置 比如上海流向 广东流向的货物 都设置在不同的区域 进行集中摆放 并不会因为货物的多少 而出现差错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减少了产品出库的时间 以前的五号库 每台天车都要配备 一个驾驶员来调装钢卷 六台天车就是六个驾驶员 现在只需要三个工人 就能操作这六台天车 正常情况下 地面上还需要六个理货员 完成指挥和记录的工作 有了无人系统 这三人同样能高效高智地 完成六个理货员的工作 人超过这个价钱 晃动得特别大 对 那如果要是我们停哪 比如抓一个东西的话 我们要等吗 要等它不动 对 对 要等 有的时候咱们实际不等的时候 到下把这卷就给磕碰了 感觉以前在有人驾驶的时候 长时间待在这样的空间里 还是很枯燥的 而且像我们向下观察的时候 可以明显地发现 在垂直下方 下爪子去抓这钢爪的时候 位置不是很容易判断的 手钢的全自动化装卸系统 在国内做得比较早 也是比较成熟的 这个系统的使用 不仅提高了生产的自动化程度 还降低了运输过程中 高端产品对于驾驶人员 驾驶技术的依赖 通过改造以后 咱们这个无人车的作业效率 这块大大提升了 特别是咱们这个单班 最高作业量达到842卷 那么这个记录 在咱们国内还是比较先进的 全自动化装卸系统的精细 是要照顾到最精细的产品 镀锡板最薄的 只有0.12毫米 有了无人操作的系统之后 天车不仅能够做到 运送钢卷零失误 还能提高整个仓库的储存量 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就是智能天车系统 一个特有的功能 它可以根据这钢卷的 这些品种 规格 轻重 薄厚 进行科学的计算 计算以后 把符合要求的这些钢卷 码放二层 通过码二层以后 可以大大提高库房的利用率 那么按照我们目前这个计算 可以提高库房30%的使用效率 陈万中和团队 对于如何安全的保护和运送板材 可谓是绞尽了脑汁 用她的话说 生产达到了高水平 运输的每个环节 我们不能掉链子 那些钢卷放哪了 放前面这个船舱里边 你顺着踢得下来赶吗 边上踢得下去 我这么吓人好高啊 我小心点吧 看着很可怕 但是看门下 我觉得我也没有问题 可以的 我们下去看看吧 我上来感觉就是没有数 不然就是从没看见 这一卷卷钢卷 就像陈万中家里 带嫁的宝贝女儿一样 不能让她受一点委屈 这后出库之后的钢卷就要出原门了 这交通工具舒不舒适 安不安全 又成了老父亲心头上的一件大事 这就是咱们这个船舱下面了 下来船舱之后才看到上面才感受到这个船舱有多深 这条船呢 是专门为咱们这个手钢的产品呢 独特设计的船 你看这个船舱特别的宽敞 底面就很大 就能够保证这些钢卷的这个充分的摆放 为了保证这些高端的钢材呢 安全保质量的这个装好呢 我们还特意设计了咱们这个舱下的电量 那么这个电量呢 这像两条黑色的轨道啊 对 你可以看 下面呢是一层木条 这个木条呢能够起到这个隔离 如果船里边进了水以后 那么这木条呢起到隔离作用 那么在这个木条上面呢 我们又铺了一层这个 这叫高密度海绵 海绵吗 对 没有见过这么硬的海绵啊 还是三层的像夹心饼干一样 这个高密度海绵呢 可以承受二十多吨的这个压力 那个钢卷压在上面呢 这个海绵呢不会坏 这感觉就像是给我们的钢卷 放了一个喜梦丝啊 给我们这个船上特殊的旅客 在长途旅行过程中 也可以舒舒服服的 不单是渡溪板 各种不一样的板材调装运输方式 都不见相同 经过大家的细心琢磨 陈万中和团队在数年的工作中 总结出很多吊装运输板材产品的 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走 带你到船上的驾驶台看一下 让你感受一下开船的感觉 沿着这楼梯 我们往上走 这个驾驶舱里面 视野很开阔呀 对 这个船呢今天晚上就能装完 就要离开咱的码头了 这个自由码头每天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轮 在这里停靠 最多的时候 陈万中和同事们曾经一天迎来送往40艘货轮 咱们这艘船下一站是去哪儿 我们计划下一站是到福建区 那您感觉这个港口怎么样 港口方面管理啊 就比较专业化 而且标准化 比较重视安全 对我们这个船舶的运行啊 提供的安全保障非常重要 这艘即将开往福建的货轮 傍晚就要离开首钢金塘成品码头 开始自己的旅程了 这些钢卷不仅承载着陈万中和团队的寄托 也证明着首钢装卸运输产品的能力和实力 目前首钢的自由码头 已开通了上海 山东 福建 广东等 十余条直达优质航线 与三十多家航运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为三百多家客户提供快捷高效的物流服务 自由码头正在无限释放着 临海靠港的集散优势 经历了首钢自由码头的从无到有 陈万中和团队从不懂技术到创新工作方法 码头的发展见证了他们的努力 和汗水 我在首钢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 首钢搬迁调整十年 我作为一名老的首钢工人 有幸来到咱们新的钢厂 刚投产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任务很忙 有的时候两三周才能回去一次 妻子也说咱们在北京再找一份工作 即使离开了首钢 我们干点别的也能生生存 有什么必要还要到那么远的槽店去 但是毕竟在首钢工作了这么多年 对钢铁对运输都有很深刻的感情 万事开头难 陈万中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 像他一样 跟随首钢从北京到这里 见证首钢从茫茫大海中 八地而起的老职工 有六千多人 经历了漫长的十个春秋 这群人从一望无际的大海中的一个点 W8定义了首钢的新坐标 这地方就是我们京汤公司最早的立足点W8 这件旗子就是我们京汤公司 在岛上升级的第一面国旗的地方 W8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对对 因为它承载的太多 承载着京汤公司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都在这里 全都包含了 W8作为当时建设指挥部的坐标点 一条条工程建设的指令 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工程建设在首钢人的精心组织下 迅速展开 一时间数十平方公里的沙地上 迅速集结起了各路建设大军 工地上人声鼎沸 马达轰鸣 一个个工程项目按节点 在迅速推进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地方 哪些是凭空造出来的呢 从那条白色的灯带 往这边都是凭空造出来的 这以前全是海 只有在这个位置呢 应该是一个老的灯塔 老的灯塔呢 它是属于在低潮位的时候 能够显现出一个两平方公里左右的那么一个海滩 但是高潮位的时候呢 就是全是大海 很难想象 如此庞大的一个海上梦工厂 它竟然是从大海中的一个点铺陈开来 数年前的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大海 如何填海 如何造地 如何能建造出一座海上钢厂 我是05年来的 我们来了之后 主要就是开始围海造地 06年 我们那个首钢的大部分人就来了 就开始在这个 我们造好的那个地上开始建高炉 建钢厂 先用棱堤 然后把那个咱们的造地范围给它圈起来 这样的话呢 再用这个吹沙船 挖沙船 然后再给它足部的 就是说一层一层给它造起来 把那个海里边的沙抽上来 然后回填到咱们的陆地 让这个水再流走 沙呢就流在原地 这样足见一层一层的就达到了咱们现在这个调高了 曹飞殿位于渤海湾 过去是一个因卵河北移而形成的 面积只有4平方公里的带状沙岛 沙岛海滩北浅南深 最深处可达30米 这就构成了渤海湾内天然的深水岗值 首钢选择在曹飞殿建设新钢厂 无疑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短短两年时间 围海造地21.05平方公里 是首钢老厂区面积的将近三倍 吹田量达1.1亿立方米 北海造地已属不易 最初造好的地就像戈壁滩 风一吹细沙遮天蔽日 首钢人还要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 在沙地上完成初期的工程建设 形成之后地面上看不出什么来 实际呢它都是不均匀的 我们曾经就发生也很多危险的事情 造完地之后 然后我们就检查这个质量 然后走走地 胡同一下就可能炫一些 就是很危险的 我们几个人 然后顺着才把人拽下来 作为一个内陆钢铁企业 首钢没有任何建设港口的经验 更别说在围海造地的特殊地质环境下 在经过多次考察和科学推论之后 首钢人结合曹飞殿的地质特点 设计出了一套独有的建设方案 去完地之后呢 很松软的一种土地 这样的话呢 我们采用了一种强夯的方法 让它把这个土层给它压实 同时呢 为了解决它的液化问题 这样的话呢 就是越密越杂越实 在这个的基础上 我们再做这个建筑物的基础 这样的话呢 在很多的像我们这个建码头的这一块呢 现在下边都打了很多的桩 都打了将近50米的桩 也是我们打的是地连墙结构 这样的话呢 地连墙也至少打了有30米 前面是地连墙 后边是咱们的灌柱庄 这样的话呢 就把门座式启动机给撑起来了 打庄是工程建设最基础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直接关系到厂内建筑的安全 金塘厂区内 30万根直径一米多的水泥灌柱庄 插入地下30至50米 错落有致 支撑起整个金塘 建设完成的首钢金塘公司 临海靠岗 不仅做到了原料海上进 产品海上出 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 还完成了高炉 热炸等生产设备 大型化的转变 构成了高效率低成本的 生产运行系统 经过建设者的不懈努力 一座现代化的 完全按照循环经济理念设计的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大型钢铁厂 微然屹立在茫茫大海上 首钢终于在曹飞殿实现了 泽海重生